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的第11题 它说假设某生物的DNA里面有5种简基其遗传密码子 有4个简基所决定则该种的生物最多能有多少不同的遗传密码子 我现在看到这题应该都知道我们的简基是什么东西吧 如果大家不知道简基是什么东西可以上我们102年学测第9题的生物的部分可以来去观看 这题其实主要在考的就是我们的遗传密码子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我们就先来讲一下什么是遗传密码子吧 好,遗传密码子或者我们叫遗传密码 这我们说它是DNA或RNA的序列以三个为一组的密码子转移成一个氨基酸 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在这上面啊DNA、RNA上面每一个核甘酸 例如说它们上面有不同的碱基它们可能是AUCG或是GGCU这种排列的顺序 它们有不同的排列的顺序就可以转移出我们不同的氨基酸 储成我们不同的蛋白质 那我帮大家把这两个卷起来的东西把它拉成直线 好,OK,首先我们来把RNA把它拉成直线好了 我们把它拉成直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它的排列的顺序 好,如果我这边,这边我拉直的是RNA 如果这边是DNA的话我们就把U换成T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遗传密码子究竟是什么 我们说三个核甘酸可以组成我们一个遗传密码子 也就来看到这边UUG这三个核甘酸 它就能够在转移的过程中转移出一个氨基酸 什么意思呢?UUA在我们生物体内它就代表白氨酸 它在转移的过程中就形成白氨酸,然后可以组成不同的蛋白质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如果是AAU,它其实也就是三个嘛,对不对? 它也可以转入成一个氨基酸 那接下来ACG呢,它也可以转入出来一个氨基酸 依此类推,每三个核甘酸的排列顺序就代表我们一个氨基酸的生成 所以说呢,假设在人体内的话,那究竟有几种排列的组合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 我们如果来猜测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哦 我们有三个位置嘛,对不对? 分别可以摆放不同的氨基酸 第一个有什么?AUCG四个可以选 第二个呢,有AUCG也是四个 第三个呢,我们第三个呢,也是AUCG四个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答案就会是4的三次方 好,那我们来看这题在问什么 所以他问说假设某DNA有五种碱基 那他遗传密码只是有四个碱基所决定的 所以就看到可以看到以下这张图哦 第一个,他只有四个碱基所决定 所以我这边给他四个位置 一、二、三、四 好,那我们第一个可以填什么 他说有五个碱基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五种 那我这边就假设他叫ACGUT OK,那我每个都有五种嘛 所以就是第一个五乘以五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所以最后答案叫做五的四次方哦 你答对了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延伸哦 相关考题重点这个跟第102年学说第九题很类似哦 都在讲我们的DNA基因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相关考题重点延伸 一样,DNA复制 如果你不知道半百老流复制跟减基对互补是什么东西 还有基因的表现 转入转移DNA跟RNA怎么变过来的 RNA又怎么变成氨基酸跟蛋白质的 你可以点进去基因的表现里面看哦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